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钱事业周报第二段 我们为大家来整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这一次呢从2008年进入海啸之后 全世界都掀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学生的抗议 而这些学生的抗议最大的一个特色 第一个除了世代的年轻之外 第二个都是用internet所串联的 接下来为大家所报道的就是当时著名的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呢当时大多数都是用Facebook串联的 我们刚刚介绍的英国的暴动主要是用黑美机串联 而这一次呢我们所看到阿拉伯之春到现在为止整整三年 它发生于2011年的年初 当时台湾人还在过农历过年的时刻 而整个所有的阿拉伯几个重要的国家 从图尼西亚利比亚到最大的回教国家之一就是埃及 还有巴林沙奥地阿拉伯以及叙利亚都爆发了革命 而在最后呢有一些国家完全的政权被推翻 那么有些呢反对人士最后被政府无情的镇压 而沙奥地阿拉伯呢是由他的国王最终赶快的从国外回来 然后发放整个国库里头的现金 那么给予很多安抚当地的抗议的民众 当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扫外通膨 加上对政府长期的一个不满 那么民众们呢用Facebook互相的串联 有些地区呢最终革命成功之后 那些用Facebook串联的学生他哭泣了相当的后悔 我们现在来看革命三周年之后的状况 这也是这一波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的世界史 第一次在internet的世代崛起 他们大概现在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左右 他们大概也都是金融海啸里头 年轻失业率就是几乎是一般全体社会的 失业率的两倍左右 可以说是这一波金融海啸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用internet来串联的抗议 跟用政党发动的抗议 或者是由公民团体运动所发动的抗议 最大的差别 就是第一个他可能没有领导者 第二个他很可能会被一些特殊的势力所掠夺 在埃及是最后为军方的势力 或是有些呢最终甚至是被一些部落的势力 或是外国的势力所掠夺 那么其中呢利比亚三周年是最值得注意的 当时利比亚呢爆发了革命运动 而是这一次的整个所有半岛革命里头 国际介入最多的 北约组织呢参与了整个对于格达费的剿灭工作 最终格达费呢是在民兵的残忍屠杀之下 在当地没有经过任何的审判 不符合国际法的正义原则 直接的被处死 那么这也使得叙利亚到目前为止 完全是处于内战的状况 那么利比亚经过了三年的革命 三周年之后 所有的人都遗忘了他们 但是当地的状况呢 实际的状况是利比亚本来 就是一个以部落为主的一个国家 那么过去格达费是一个独裁的强人 还有很多非常残暴的行为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油田呢 利比亚当时国际介入的原因 是因为石油的关系 那这些油田 有些都落入一些部落手中 而当地的秩序没有完全地恢复 当地的经济也没有恢复 当地的失业率 可能比革命之前还要高 迪利波里市中心的烈士广场 更名正式迈入第三年 数千人聚集在这里 庆祝得来不易 新生而且脆弱的民主 西日格达费在绿色广场上 向人民灌输爱国理念的窗台依旧 但如今仍是全非 他的倒台 让西方国家除去心头大患 但也为利比亚的前途 迈下了更多的不确定 2011年2月 北部大臣班加西街头 涌入了大批抗疫民众 要求政府当局 尽速释放致命人权异议分子塔伯 当时邻近的图尼西亚和埃及 已经先后爆发了革命 推翻独裁政权 被军事强人格达费 统治了41年的利比亚 显得山雨欲来 要求格达费下台 为国家的闭塞和穷困 付出代价的呼声越来越大 2月17日 反政府人士在全国各地串联 发起愤怒日活动 集体向格达费呛声 和军警爆发了冲突 仍在迪利波里的格达费 誓言采取武力镇压 人称沙漠之音的格达费寸土不让 紧张情势一触即发 上百万民众开始仓皇走壁 逃难的人群挤爆了机场和边境的交通要道 试图涌入已经解放了的图尼西亚 政府军和叛军武装统治 展开激烈的交火 对抗格达费的行动 演变成一场内战 叛军在班加西成立临时政府 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3月19日 联合国安理会火速通过了1973号决议 对利比亚展开空袭 美军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向利比亚发射多枚导弹 揭开代号决战利比亚的战争序幕 格达费作困围城 苦撑到8月 自知不敌而狼狈出逃 藏匿在家乡苏尔特的大喊洞中 10月20日 格达费那头注册商标的卷法 被民兵一眼认出 当场活活被逮 格达费政权负面 利比亚成了第三个被阿拉伯之村席卷的国家 解放成功 民众狂欢多日不停歇 至于驰骋沙漠 其实在半世纪以来 一直是西方国家口中头号大敌的格达费 遭到叛军临虐后击毙 普世公众 最后被随意扔弃在荒野封杀中 然而铲除狂人之后的利比亚因此平静了吗 恐怕没有 临时政府向台拼装车 匆速上路 伊斯兰势力抬头 全国被1700多个武装势力割据 恐怖主义刺激渗透 政治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 2012年9月11日 为了抗议侮辱伊斯兰教的电影 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来自原利比亚反对阵营武装团体的攻击 造成美国大使等四人不幸丧生 这是美国外交单位30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破坏 美国还为此发动了另一波的反恐攻击 而在经济上 革命后各方势力涌油田自重 干扰生产秩序 掐住出口的命脉 三月初还发生叛军非法出口原油 船只遭到美国海军拦截的事件 石油倒卖严重 有关收入在最近七个月以来减少了70%以上 国家面临破产 而20%的失业率在革命前后更不见太多变化 三年一晃眼就过去 利比亚持续空转 阿拉伯之圈真的降临过吗 恐怕是个问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